賴委員長 好你早 我請教啊 你現在是整個疫情的指揮官啊 過去你的努力你的表現成果大家有目共睹 那麼基本上台灣的社會對你是很肯定的 可是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已經14天是零確診嘛對不對 本土的 本土的案例總共有14天 14天零確診嘛 可是來一個磐石劍啊 就一個大破口了 這裡面來講的話 我想你相關的說明以前的說明過了 我們都知道 我如果講錯了請糾正 這個磐石劍出門之前 你不知道是不是 對他軍隊裡面有軍隊的一個正常的運作 所以軍隊不在你的指揮系統裡面 他會根據我們相關防疫的一些 就是我們的guide line 去訂定裡面的一個作業的準則 那這個就很奇怪啦 總指揮官現在從二級升為一級 你也是一級的指揮官 一般大家認為一級應該是 院長或者副院長級 但是仍然有一個 但代表這個行政院長對你非常信任 社會對你也是肯定的 是不是 結果呢 你就是應該指揮全部了 結果變成是 國防部你指揮不了 你要靠其他人來協談 你聽我講完了嗎 好 所以我就問你 當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難道沒有那一絲絲的感覺說 哇 啊沒猜我在打招 沒猜全民這麼配合我 我們做得這麼好 結果來就緊緊幫你破功 整個破功 你心裡那個心情是什麼心情啊 欸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的心情還是不變啦 有每天 有各種不同的突發的狀況 我們就隨時 你剛剛說不會 你心情不會稍微 預測一下 鬱出一個說 欸 啊沒猜這樣 去給我一隻純弄一下就這樣 破口出來了 本來沒有破口啊 不會這種感覺 欸 當然是會跟大家一樣 還是會有一點感覺啊 當然會有那種感覺啊 不過我們平時都準備 在面對突發狀況啦 對啦我知道啦 我只問你 你心情會不會 有一點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覺得不可以變成這樣 這樣 這樣 感覺 感覺跟不會有 會不會有 跟委員報告說 是會有一點 會有一點啊 這個是正常的啦 不會的話就奇怪啦 對不對 一定有的啦 可是你也是 對不對 大家都幫你打棚啊 結果來一大堆 給你弄一下 彎一下 對不對 我們看得很清楚喔 好 另外你說啦 因為本土連續 連續14天沒有本土的病例 你考慮適度放寬管制 齁 我就想到陳建仁副總統說 半正常的生活啦齁 那現在 那現在 我在院會啊 上個禮拜五 因為那時候你這一 開記者會吧 我們 院裡面 也容許你請假 因為那時候 行政院的院長 我請教他同樣的問題 我說 五月一號 就長假了 我問行政院長說 你要不要 因為現在林確診 他跟我講 十一天啊 今天要十四天啊 要不要鼓勵民眾 帶起果照認真消費去 他說 要問指揮官啦齁 所以我今天來問你 因為 蘇文昌叫我來 希望我來問你啊 他說要尊重你的專業齁 我要強調是 今天我們的 特別條例 從六百億增加到兩千一百億 還有加上 其他的農事貸款加一加上兆 其實老實講 我們都知道 這是救急啦 你去餐廳看看齁 餐廳真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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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率啊 那差不多一層 齁 都差不多二十多來 甚至第一層啦 二十多一多 十多一多 齁 我自己就親身體驗啦 我一看 哎呦 說沒報銷嘛 沒報銷了 我們都做得跟我們一起 這樣齁 所以 其實真的要幫助業者 現在我們給業者融資啊 很多看 就你錢啊 但是 業者怎麼講 我是借錢來發 來付租金 借錢來給員工付薪水 啊我一直了解 所以 所以 福底操心就是 真正的 要幫助台灣 拉出公 這是左邊 右邊齁 你定了越遠一格 消費就不能 不太能消費 你現在適度放鬆了 我就請問你 你適度放鬆 有沒有包括這一塊 鼓勵大家去消費 有沒有這一塊 到目前還不敢做到鼓勵大家去消費 但是不禁止大家去消費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要做 就把這些管制的措施把它常態化 讓大家 什麼常態化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從邊境到家裡的 這一塊的資訊系統把它做好 那第二我們在社區裡面 就禁止這些相對大型的群聚 我們現在是為止失望 我在前面不是這個 就把這些規則化 然後大家遵守 然後其實正常的生活 或者陳副總在說辦正常生活 都可以做得到 我講的一句就是說 你剛才說沒有說鼓勵 但最少不反對吧 不反對大家出去 五月以後架起來了 出去認真消費 不反對嘛對不對 我就是說維持社交距離嘛 個人衛生戴口罩 大家如果做得好 戴口罩 景點的地方 我們的人員總量管制 對不對 然後呢 體分要量 是不是 酒精要差 是不是 啊這樣子 大家去消費 救救自己 救救台灣 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我同意這樣的一個看法 總是這條路 總是要嘗試的一個機會 那要把管理的機制 建立的有效 隨時可放可收 這樣就能夠 部長你要記得很清楚喔 這是兩手啦 左手右手 防禦做得非常的嚴格 當然就會 扼殺掉了一些經濟活動 稍微放鬆 經濟活動就起來了 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那我現在 我就請問你 那我講完 好 是不是 開始 開始 適度的 適度的 不反對 或者 一點點的鼓勵大家認真去消費吧 可以這樣講嗎 台灣我們現在做得好就是 我們沒有影響到太多的正常生活 跟國外來相比 我知道 但是相對的開放 好 那你就跟你講下一個問題啦 當然我們希望大家能夠 走向正常越好 來部長 現在為什麼大家不敢出去 即便台灣這麼漂亮的數字 死亡人數六個確診只有四百二十幾個 你看全球快三百萬了 美國快一百萬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篩檢率是全世界最 這些國家裡面我們最低啊 0.25了 我不敢講全世界了 比較韓國1.17% 德國2.47% 美國1.65% 台灣只有0.25% 相對我們這麼低 所以 部長啊 即便你鼓勵啊 有些人出去 有些人比較嚇死 我周邊就有一些朋友很嚇死 也嚇到說 我也想篩 我最近咳嗽我也想篩一下 沒得篩 因為現在要篩很嚴格啦 對 你也知道要很嚴格 你只有咳嗽不給你篩啦 啊你只有拉肚子也不給你篩啦 啊你一定要發燒 他才可能考慮給你篩對不對 沒有沒有這樣 就是說經過醫師的評估 他就可以篩 所以你現在強調超前部署 請問你 有沒有想過快篩策略 我們也超前部署 跟韓國一樣 在全國相關的地點 設快篩站 因為我知道 你們從美國進口快篩劑 也進來了對不對 也進來放到CBC那裡 放在P2P3P4C4裡 有東西要不是沒有 又是美國FDA approve的 可不可以 也可以來做快篩的超前部署 有沒有可能 欸在目前來講 我們的要快篩或等等 不管普篩快篩各種篩 快篩不給人家普篩 以台灣的病例數這麼少的情況 第一個就是要準確度要高 那以現在來講 就是說能夠符合我們這樣的一個 準確度的產品 在目前我們認為是沒有 你不是從美國進口的一些快篩劑嗎 那當然我們是屬於超前部署的時候 是在防備 就是說當你的罹患率很高的時候 那篩檢的策略就不一樣 其實這是一個動態的 台灣現在罹患率低 那第一個重要就是說 還是要精準的篩檢 還是快速的來做 產生錯誤變成一個誤差 讓整體的防疫策略會產生錯誤出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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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只是強調一個 今天說不定 有一些人已經得到了有抗體了 結果 WHO還說有抗體的可能還得到 還再會復發 這個我 這個我 我禮拜三再跟你談好不好 請請回 最後一個我請那個金工會顧主委 好嗎 請顧主委 很簡單的問題 是 紓困作業公家銀行財政部款的 司部長很認真你要求啦 不錯 我每次對司部長都很多意見 沒有司部長不要上來沒關係 改歐落不用起來啦 六成多啦齁 結果民間銀行啊 不到公家銀行的泛工股啦 不到泛工股的兩成啦 這個就是金管外主委 你可以做一點事情啦 主委啊你要不要怎麼樣 都要找他們喝咖啡 還是要給他們什麼誘因 還是給他們什麼紅蘿蔔 現在甚至於 我聽到的是 有些人從公家銀行拿到錢 因為資金成本低利息低 來還以前的 跟民間銀行借的 現在是這樣子啦 從公家搬錢 還給民間銀行 現在有這樣的事情 請問這兩個 請問我回答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在政策性貸款的部分 公股銀行到4月24日為止的核准率 大概是63點多 那民營的部分大概是36點多 所以從政策性貸款來看 民營銀行的核准率確實是稍微低一點 但是如果是自辦的 等於是自辦的這個部分的話 兩個就差不多了 大概一個是73點多 一個是63點多 所以我們現在總體的整個核准的比例 已經來到的差不多是68點多 這樣子的核准比例 那我時間到了 不要斷 民營銀行的部分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找他們來了 那現在各民營銀行已經要 有的要成立專案小組 有的要成立紓困中心 我想他們的進 你有沒有給他什麼藥運送 你多辦了 我給你什麼獎勵 或者比如說分了 開設的時候給你 跟委員報告 就是報上也有報導了 就是說 央行的那兩千億的部分 我們現在背底帶上的提播率 本來應該是一個Percent嘛 正常嘛 我們現在把它降到0.5 那另外我們準備從存款保險費裡面 我們提播一定的金額 大概譬如說可能兩個 大概是一億 一億八左右 我們對於績效表現良好的 我們實質上做他保費的一個折抵 那這個佔整個每年的保費 大概一百億裡面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給機油表現的銀行 等於有一個實質的回饋這樣子 因為PF的下市新的規定 就是禁止為負的或者為零 以及負油價 有這種情況 其貨商怎麼處理啊 你這裡經過會有沒有什麼對策 有什麼做法沒有 您說那個那一天 4月20號那一天跌到的那個 對對對 因為相關的這個 主要是芝加哥交易所的那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正在請齊交所做了解 主要大概有一些投資人抱怨 就是說系統下單 好像因為沒有碰到過戶值 所以他們要平倉做停損的時候 沒有辦法做 那這個部分相關的個案情況可能不一 我們現在正請齊交所做一個查核報告這樣子 好 謝謝